第十一题,附图为肥皂分子的构造 有关肥皂的说法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从老师上课的讲解及播放的动画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肥皂的长链端是清油性 而大头端的是清水性 所以选项A跟B都是错的 它写相反是甲端为清水性 而乙端可以吸附油污 那么我们在古人就做过肥皂 它的原料都是天然的 是油跟我们的碱而做出了肥皂 所以它不是石油化学工业的产品 选项C也是错的 我们从图上看到 我们的肥皂中含有碳 而它不在我们说的例外 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、碳酸源跟氢化当中 所以它当然是有机化物 所以选项猪是对的 第十一题,我们说 有关肥皂的说法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肥皂属于有机化合物